五十后的人生要越活越好 让五十佳Talk陪你 用新的方法创造属于你的理想老后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五十佳Talk 我是节目主持人 五十佳主编陈婉欣 今天的来宾我们邀请到理财作家石芳 和我们聊聊如何在中年后建立稳定的财务基础 以及如何面对生命当中突如其来的意外 婉欣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石芳 石芳老师以前曾经在大学担任郭文老师吗 对 我正统的 我是师范大学台北的那一间 郭文系博士 毕业的时候我的老师还拍拍我的肩膀说 你要记住你是师大毕业 所以原本其实是走在一个还蛮认真工作 想要当老师的这条路上 我觉得我的人生故事里面很多都绕着金钱转 有些挫折都绕着金钱转 我把它视为是可能是上天叫我来用我的生命演一个故事给大家看 那其实我今天来聊的是一个比较严重一点 就是你有没有曾经做一个上班族 担心现在的你可能会突然之间失去工作 我相信这可能是很多人会有的一个担忧啦 尤其是职场上的中年人可能有一些危机 有防败喔 像前一阵子有一个在职场上已经是中阶主管人来找我 他就对现在的工作很不满意 我觉得这是上班族工作了十几年之后 可能会遇到卡关 那他遇到卡关的时候其实很彷徨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工作 你按pose键之后 你的人生会有什么变化 那这个时候财务就会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验问题 那婉欣今天找我来是因为我出了一本新书 叫上班族提早退休金钱课 我的家庭真正修了一门上班族提早退休的金钱课 我修满了学分 我现在是来告诉大家 我以学姐的心态来告诉大家 我的考古题啦 是什么 怎么走过这一段 大家大家还不知道 我先生是在半导体工作非常高压 那他是在46岁那一年的时候 突然之间得了重度忧郁症 可是其实这个事情我跟大家讲 这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 其实男生很硬 那我平常也很忙 我当时已经在出书 然后也有专栏 所以我只有感觉我先生好像有变瘦 然后他回到家的时候 哇好像比较少 我只有这个感觉而已 但是他公司每一年固定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我们意外发现呢 他好像得了糖尿病 就是46岁那一年 可是你知道吗 糖尿病其实很普遍 我们也没听过说得了糖尿病 因为他是慢性病 他会突然暴毙 是 所以我们并没有特别注意 但是我先生在当时工作上遇到一个坎 大家知道晶片生产有3000道工序 就在他那个工序其实出了问题 全工厂的人都跳下来想要解决 没办法解决他 所以他就每天上场去报告 大家一定能体会那个感觉 应该说每个上班族都会有来自他往上往下的压力 目标嘛 是 可是你如果遇到的是一个极度有时效 就是下个月客户一定要拿到那个东西 而你没拿到的话 你就会赔掉一大笔金额的时候 那种压力可能比我们当老师啊 学生家长complain这个压力再高一些 那我先生当时就遇到这个困境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 一直到他有天早上 从床上爬不起来的时候 我才知道事情严重 他突然躺在床上 那一天早上我还记得 他就一直叫我的名字 然后他的头是塞在那个枕头里面 然后我看到他背拱起来 因为他企图要翻身 然后就趴下去 翻身起来又趴下去 我看他 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捕兽甲 就是小兔子被捕兽甲夹住之后 发出那种悲悯的声音 就是很低 他从胸口伸出 我刚起床穿着睡衣 我也是愣在现场 所以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工作挫折 加上一个身体上的崩溃 我都号称这叫上班族被折断的时刻 所以他在46岁的时候 算是被迫要先慢慢退休 那时候就已经身体撑不住了 你知道那一天晚上 他花多久时间下床吗 两个小时走下床 更可怕的事情在后面 是他居然还去上班 你可以想见那个压力是大到这样 所以当时我们是在这种状态下面 被迫退休的 那我们花了两年 慢慢从职场退开 大家如果认识我就会知道 其实我有好几个金钱上面的戏剧化转折 我本来是郭文老师 那我为什么会去写理财书呢 因为我26岁的时候 婚前我先生帮他哥哥背200万的卡债 所以我在那时候已经体会到金钱上面压力 28岁就生第一胎小孩的时候 发生了一场火灾 博士班的时候 博二要生博三 而且我还是在产床上 可以看见我家的屋顶在冒烟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过程 对我来讲 我当时可能荷尔蒙或激素 或者我想保护我的小孩 所以我是在28岁立志理财的 所以我还是你可以算算看 我先生退休的时候 他是46吗 我当时是43岁 我28岁开始理财 其实我已经开始了十几年 差不多15年的时间吗 我这15年里其实在为了准备退休金上 做了很多努力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行业其实非常高压 我们要提早做准备 真的比如说做到65岁 可能身体是不可能负荷得了 好像没有不太听说 那个真是神人 我们一般说在半导体业做到超过50岁 都算比较顺利或比较少的 所以其实我当时就遇到这个问题 那我公公那时候离癌 可是医生跟我们讲说 我先生必须要慢慢离开职场 不可以突然离开 这也是精神科医师跟我们讲 生活不要一下子有太剧烈的转变 不然他的病情会变得更严重 所以我们同时呢 一面转换工作 让他换到轻松一点 准备离开 同时还在处理他爸爸离癌的事情 然后已经知道我婆婆失职 哇 其实真的是有非常多不同的压力来源 有家庭的身体的 照顾老人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四十几岁的人 在这个年龄层 遇到一个残酷的考验 大家知道其实我有两个小孩 我那时候我先生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的老大是国二 我小的是小学五年纪 我讲白了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在那个时候 即使你已经理财时间 你不会怕 因为我都戏称这是上班族 把手伸进黑盒子的时刻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对 你不知道你会抓到什么 这时候你是最害怕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其实当时我是很恐惧的 我自己在忧虑未来 我也非常担心 非常懊恼 为什么我会变成一个 没有办法控制情境 跟控制我先生健康 或者至少帮助他不要垮下来 我很自责 更重要的是 其实我已经努力 十四十五年 你知道那十四十五年我怎么过的吗 为了赚钱 很苛扣节省的日子 在我刚开始理财的头一年 其实我会在沙拉油桶化线 看用了多少油 一个月有配给的 然后我有十四年 在我现在生病的那个时候 我是没有出过国的 就旅游的开支票没有 从来没有旅游过 其实我度过了非常多年 会记账 然后在生活上很枯燥的日子 还有一个关键是 我没有买我的资助房 这个是大家最觉得难以想象 刚婉欣也跟我聊 为什么有一个人会生了小孩 没有买自己的房子 其实我先生收入并不低 我其实虽然在念博士班 可是我也算是有知识 将来也可以成为大学老师的人 所以我们却选择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买资助房 可是一直买出租给别人的房子 那这个过程其实很辛苦 我常常在半夜接到房客的电话 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当时我先生在遇到那个挫折 就是他身体撑不住的时候 我除了担心未来以外 其实我有很深的挫折感 就觉得曾经为了退休 做这么多准备 然后出现一个没想到的意外 人家说不错 就是我有一个负面想法说 我努力14年 其实我累积了一些资本 我做了这么多强势 吃了很多苦 结果我先生在当时 让我觉得我的家庭垮了 你可以想见吗 就像是我在用堆纸牌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纸牌 把它叠起来 然后好像啪 对它就倒了 所以其实我有很深很深挫折感 而且有焦虑感 其实我坦白跟大家说 努力了十几年 所以你可以想见 我当时其实是有充款 我觉得是累积了一小笔钱 照理说我先生不工作 五年十年十几年 应该也不至于到 我会流落街头 可是人最可怕的地方 在于怀疑自己 跟恐惧未来 所以我当时在这种焦虑底下 其实跟我先生吵得非常厉害 所以婉希你问我说 你如何平静 如果我真的是 那是最后的结果了 我很想跟婉希说 我过得一点都不平静 当时发生很多事情 我很挫折 所以我们夫妻两个 其实在刚退休的那个半年 几乎是快要天天吵架 紧绷到有一天出了大事情 其实只是一个小小吵架 可能我跟她说不愉快的话 她就躲到厕所里面 你知道吗 躲到厕所里 我是绝对要叫她讲清楚 所以我就去拍 我们家厕所的门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会遇到这种事情 请大家吵架的时候 绝对要冷静 我家厕所的门是玻璃做的 那那个玻璃可能已经有十几年 都没有换过 所以我不知道她已经催化 我以为我只轻轻一拍 可是我拍下去之后 我就听到我先生大叫一声 李雅温 你在干什么 我在低头的时候 我发现 我看到了我的骨头 那个玻璃刺到你的手 对 它整个碎掉 好可怕 我的手臂变得像剑虫一样 天啊 你自己没有感觉很痛吗 我不痛 就是你惊吓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发生的 然后我就愣在原地 鲜血就一直滴 我坦白跟你讲 我第一次看到 原来人的肌肉是这样 人的骨头是这样 就真的流血流到剑骨 伸到剑骨 然后我还记得我赤脚 站在急诊室外面 我们只能用水先冲 赶快把那个血冲掉 然后你知道吗 其实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是用右手拍 如果玻璃刺进我的肌腱的话 我有可能右手的灵活度 就会永久受到影响 可是我并没有意识到 当时我得到了一个上天的保护 医生跟我说 我的手虽然有可能几十片 甚至上百片的碎玻璃 可是没有任何一片刺穿我的肌腱 所以我忍受的疼痛 双手扎满了绷带 我当天就可以回家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事情 把我的心跟我先生的心 在那一瞬间 我觉得就突然沉淀下来 因为那是一个很重大的争吵 那那个伤也是前所未有的重伤 你知道吗 我就双手这样绷着 然后昏昏沉沉 我终于安静下来 我觉得我有一个东西 在那一天被唤醒 我被唤醒什么 其实我有从零开始 建树成零的好几次经验 这件事 大家大概不知道 我那时候发生火灾 之后发生什么事 其实我就读完我的博士学位 我在上海还是把博士论文写完 可是同时我也一直在学理财 就是说白天写论文 晚上学理财 那我记得那时候 在玩一个富爸爸 穷爸爸的现金流游戏 他会教你几个概念 我记得当时他教我三个观念 就是你必须要不当一个雇员 第二个是你要建立被动收入 直到那个被动收入 覆盖掉你的年次出之前 都不要放弃 我当时学到就这个 所以你知道 我拿到博士学位是2008年 其实我三个月内 就找到了一间很好的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在广州的分校 那我找到工作之后 我要背着行李去广州 去报道 其实我真正找到教职 快三十的时候 我已经 我在两年 我已经学理才学两年 我每天都在被洗脑什么 不要当个雇员 要有被动收入 OK 好 结果你知道 那个系办公室的住脚 交给我一张银行卡 我印象很深 他说 老师 以后你的薪水啊 每个月会固定 拨进这张银行卡里面 请你现在先去吃饭 你知道我双手 借过那张银行卡之后 我有一种感觉 我说不上来 我就走下去吃饭 你知道 然后我就把银行卡 放在便当的旁边 我借我筷子夹 那个番茄炒蛋 夹起来吃了一口 我突然开始掉眼泪 为什么 我觉得我在背叛我的信念 OK 不要当雇员这件事 我当发生过火灾 我是立志要自由 而且我要赚钱 可是我读了两年的书 书上跟我说 不要当一个雇员 或者你必须要努力建立被动资产 可是我在干嘛 还是在做雇员 我在拿着一张银行卡 等着他每个月发薪水 我真的觉得很丢脸 因为后来我居然在食堂 嚎啕大哭 就觉得说 怎么就是完全跟自己的信念 不一样 跟自己学的事情 我在那个大学的宿舍里 住了一晚 第二天就辞职了 想清楚了 我就是不可以放弃我的信念 我现在在告诉你我的性格是这样 你看那是不是从零开始 我本来已经到手了 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继续做理财 没有人会说我什么 我可以兼顾 我为何不兼顾 你知道我是学文的 对不对 我们跟学商之间 是那两个平行世界 可是学会理财 学会投资 你必须要重新走进他的轨道 商的轨道 不是文的轨道 所以必须从零开始 放弃之后 我就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静下来想 我可以做什么 去赚被动收入 我就想我是国文老师 国文老师会做事情 就写作了 我应该要写一本书 后来我就走到一件 当时我记得是最大间的书店 然后我就直直的问店员说 告诉我 你这间书店里 哪一本书最卖 我们最近最卖的是什么 现在最卖的是那个 史蒂芬金的恐怖小说 我就把那一套 史蒂芬金的小说买回家 然后我就照着 那个小说的写法 自己写了一本 花了四个月 是 所以我居然花了四个月 土法链刚写出了一本 恐怖小说 然后晚心 我就觉得我要发财 第一个想法是说 就是靠着写作 赚版税来做被动收入吗 对 结果我没有想到 我居然写完之后 会被二十间出版社拒绝 可是我是一个素人 没有人要用我 所以当时我被二十间出版社 拒绝的时候 第二十一间出版社 奇迹似的用我了 我以为我从此要成为台湾罗林 我的书一定会大卖 秋海星你知道我第一年拿到的被动收入是多少吗 我好像印象是不到一万块是不是 三千九百八十块 我打开那个稿费的那个单子的时候 我想说这是美金还是台币 好所以其实靠出书赚被动收入这一个看起来不太可行是不是 他失败了 我放弃了教旨就去写书 结果花了四个月写出来 再花四个月让他出版 几乎要一年的时间 结果只赚了三千九百八十块 我们都要承认了 我失败了 可是你知道从那之后 我继续写的八本 够顽强吧 没有放弃 没有一本卖的 我记得我写书是从2012年开始写 我在第八年时候把我写的书卖到韩国版权 跟中国版权 我记得我光国外版权就卖了三十万 版权费了 我不是说三十万本 可是这对我来讲 算是已经累积出一个成绩了 然后我学股票 如果大家看过我以前写的书就会知道 我刚开始的时候遇到大牛是2007年 所以其实我进去学股票的第一年 就是怎么买怎么赚的神奇时刻 因此我不买自助房 我就把我所有的钱 以前存的 我先生的所有收入 通通丢进股市里面 才一年就赚了两百万 赚在一年牛市的时候 那也大牛市 因为你怎么买 而且我都是看新闻在买股票 那隔年呢 结果我就不知道 在2008年的时候 会亏损掉我全部身家的70% 也就是说如果我从年轻时候 拼命的存 拼命的什么压岁钱 这些钱 包括我先生的结婚基金这些 我居然亏掉了七成 那是在我学股票的第二年就发生了 这是够挫折了吧 我几乎都快跟我先生下跪 因为他的钱也在里面 但是我也没有放弃 我现在想讲的是 我做了很多这种不放弃的事情 从零开始 我后来继续学股票 一直上课 接下来又花了十几年 都在学股票 我先生生病前 其实我在股市里已经14年 我记得我是在之前赔掉70% 可是在2020年的时候 我手上握有一只股票 我说出来没有骗你 他其实已经翻了120倍 他就是一个奇迹型的股票 那时候第十几年 我已经体会到 原来他是可以学 然后他是可以累积的 所以你知道 晚上那一刻 我手抱着绷带 回到那天晚上 跟先生吵架那天晚上 抱着绷带 我才安静下来发生什么事 我唤醒了 我可以从零开始的这件事情 我毕竟从零开始 而且其实他们都有成绩 所以我知道 我现在就在怕隧道 你头上带着头灯 所以你的视野只有照着前面 你的视野有限 你也不知道出口 在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可是我知道 只要你不停怕 你出了那个隧道口之后 会看到全新的 没有人去过的沙滩或风景 我其实那时候才被唤醒了 这个从零开始的勇气 就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 所以我跟你大家讲 如果你真的像我们发生这种挫折 请你先安静下来 想想你过去曾经的资源 就是你可能成功过什么 你要把它唤醒 然后你要进入你的 那个成功的经验里面 去提醒自己 你其实可以从你现在的迷惘 或焦虑里 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因为那个激烈的争吵之后 我跟我先生就开了一间清洁公司 但是有一些很奇妙的摸索过程 总之后来我们开了清洁公司 而且我的注册额是20万 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两个员工 我是一号 我现在是二号 然后呢 我们也没有生意 但是我花了两年 把它做到现在有30个员工 而且我的年营业额超过1000万 可是我不觉得这是突然发生的 这是因为我其实在前面十几年里面 大家还记得吗 我学股票 其实我也学看财报 所以其实我在十几年里面 也累积了很多对商业的概念 跟一点灵敏度 所以我觉得那些过去的经验 都后来推着我们 在很短的时间把这件事情做起来 现在我有五种被动收入 板税 我还在写书 都不卖我还可以一直买 你看我是不是很顽强 但这本是很卖 然后另外我还开了线上课 它也是被动的 此外我其实有一间公司 每一年都会帮我分红 然后我也累积了很多好股票 它每一年要帮我升股利 这是我的经验 同时我还有租金 大家还记得我没有自住房 所以我一定会有出租房 帮我升现金流 所以我总共五种收入在支撑我 前阵子股市在大跌的时候 其实我压力是比较小的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只靠存股而已 有其他的被动收入支撑吗 对我一直有其他的 而且还有不怕从零开始 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在股市这么多年的 你的投资的心得 或者是心法是什么 我选股票就有两个原则 因为其实你买股票 是跟他合伙做生意 你是出钱跟他一起做生意 所以你选合伙人很重要 所以这个合伙人要是什么 因为你公司放给他管 他必须要很会做生意 所以第一个标准叫会做生意 OK会做生意 那第二个标准叫什么 因为他是股票 然后他没事就会遇到疯狂窮失 就是他会暴跌 所以万一我遇到套牢 我要能解套 我只有这两个标准 那这时候我们就往下细分了 如果是很会做生意的股票 他会有什么特征呢 婉欣你想想看 很会做生意就代表 第一个他用钱很有效率 那第二个他可能也很会赚钱 会用钱我们要看的指标叫ROE 这些数据通常在网站上面 都会看得到 那ROE要连续10年大于15% 一般公司银行股除外 那他们代表的会是 他的非常会用钱 ROE就是用钱效率 这第一个标准 第二个标准他很会赚嘛 那什么叫会赚 怎么有人有办法一直赚钱 其实生意都会等字的 你说对不对 要有非常好的生意的头脑 非常好的创新 你说的对 创新就是说 他要能找更赚钱的点在哪里 然后转过去 其实你只要符合ROE 常年高于15或高于同业 第二个他常年都分红 而且他以见盈利 以见盈利就说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他收进来的钱 跟去年比 哇多了20% 然后你再看他去年再比钱 哇又多20% 今年有点衰退没关系 今年大家都不好 因为今年也是大环境的不好 人家衰退30% 他只衰退了10% 那也是他有本事 所以你慢慢看到 这个轨迹长期拉出一个10年来看 你会看得出来的 是一个会成长的公司 是可以帮你赚退休金的 对我来讲这个很重要 另外一个标准就是要解套 如果套劳要解套 这大家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套劳 应该很多人都有 很多人套劳 那套劳要能解套的意思是 如果这一间公司非常稳健 而且他一直会分钱给你 有鼓励 那他这个鼓励就会变成 你那个像汽车的安全气囊 碰他会保护你 因为他每一年如果分8%给你 3年 他营运正常他会舔的 好公司会舔 会舔系 83就是24 意思是说你只要 八升股灾 你撑住 撑3年 然后你一直吸他的那个股息 吸3年之后 你就会拿到24%的股息 那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曾经做统计 熊市一般不超过两年 那我们相信一个经营良好的公司 都要给他时间 那你会偶尔遇到一个挫折 你就说他没救了吗 不会吗 你会给他五年时间 我们来看看你成长怎么样 再给五年时间看看成长怎么样 其实就是长期持有一个可以稳健成长的好公司 他是我们退休金的合伙人 可以这样讲 讲得很好 可是他必须先符合第一个他要好公司 第二个要长期持有 老师你有提到说 你现在跟你先生是合开一个清洁公司 对 但是你们是有工作 但是不是为了金钱工作 是有点为了一个人生的意义在工作 是不是 这个问题很好 我还是有跟你讲 清洁业彻底改变我的人生跟事业 你知道我本来是学者 我身边就是老师 我同学都是高中国中国小老师 大家都知识分子 然后只有老师你自己亲自去刷厕所 我去刷马桶 可是刷马桶并不是重点 对我来讲我在创立公司 那是我的资产 他将来会 他会成为我的被动收入 可是他珍贵的地方 当时让我认识的 我以前从没认识的人 我因为开了清洁公司 我终于了解 大家的不得已是什么 那个不得已是 他很可能家里有个精神障碍的妈妈 然后他的爸爸有残障 无法工作 然后弟弟妹妹高中 但是可能有在吸毒 或者在读博 而唯一的这个孩子 他必须要出来打工 这就是我的员工面临的人生难题 我第一次能站在这样的人 我没有遇过的人的角度来思考 如果我是他 我能怎么样解决我的财务问题 然后让我家重新运转起来 所以后来我这本上班族提早退休课 如果晚心有看 你会知道 我一开始是做什么 叫大家去检查劳保 检查说你到底可以领多少钱吗 你现在有的资源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说 第一个你要检查劳保 先弄清楚你的雇主 有没有帮你第一报 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些人是 他明明赚四万 雇主报两万 你知道六十五 所以他工作三十年之后 他的退休金会差多少吗 六十五一开始领 就会差一万 差大概一万块 然后到他死为止 都会一直差这个一万块 所以他会被剥夺两百多万以上 他没有做错什么 所以第一个 你去检查你的劳保 第二个我也知道 记账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忙东忙死了 记什么账 所以我会教大家去 怎么开你的那个云端电子发票 那个真的很好用 最好全国都学习 你就拿出你的那个条码 去给店员扫 他会自己把那些账记下来 你就跟他说刷刷刷 然后你知道现在都不要带钱包出门 你就只带手机出门就好 然后月顶就一拉 你就知道你一个月花多少钱 第三个 你保险没有钱买了 对 这个很多人可能有这个问题 你可以先分享一下 可能年轻的时候 人情保险 或者是买错保险 导致钱被卡在保单里面 这个要怎么解决 我们检查保单 在书里有一个技巧 它有个步骤 第一个叫你先把它收集好 我的编辑居然说 他看了这本书之后 才发现他保单在搬家的时候 全部弄不见 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保单就对了 我认为很多人会发生 所以书里面有按照意外险 受险 那些表单 你把它先收集起来 你先弄清楚 你就比如说你的医疗性有多少 你的意外性有多少 你的瘦性有多少 第二件事情 你去检查两个数字 10跟10 这叫保险的双十原则 你绝对不可以超过 你的年薪10%去买保险 比如说如果你赚50万一年 那你就不可以花超过5万 50万的10%就5万去买保险 那就是买太多了 然后你要买你年薪的10倍 年薪10倍就是 你要花5万去买500万 简单讲 你就用这种方式检查 你自己就对了 OK 你的保险是不是买在一个 合理的范围内 这是一个简单的check法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5万以现在的价格 是不可能买到500万的受险 我指的是终身受险 受险 我跟你讲很贵 所以书里也教大家一个 很落地的方法 就是请大家去蹭公司的劳保 团保 你知道很多上班族 从不检查公司团保是什么 有一些科技业 它甚至会允许你 用很便宜的价格 去加保很高额的受险 你知道吗 玩戏你知不知道 我们买受险 买100万 就是你一死 你就可以拿到100万 那个可能要花到 1万块到3万块之间 很高 可是你知道如果你去邮局 买一种叫定期受险 一个30岁的男生 大概只要1600块 你看差距很大就对了 然后如果超过 书里还会叫你去砍谁 不是说这是一定 但是你优先可以砍掉 其实你浪费掉的 你知道有些人会买到重复的 你知道那个十之十负 这个意思吗 我知道 医疗险吗 医疗险中有的 就是你用多少之后 你拿着收据 拿着收据 关键公司会付你多少 付你多少 好 那个关键在那一张收据 那张收据 有的保单 其实是规定 你一定要正本 如果你两张都要正本的话 其实有一张 就是没有效的 你根本就没效 就你还在缴 你只要一停 你一年就多一点点钱出来 这才叫做改变收入 跟支出结构 如何盘点资产 跟活用资产 其实会改善 你的收入结构 这才是真正影响你 可以让你把钱 夺出来的关键 我后来的经验是 有三个地方 可以帮大家把钱 真正找出来 你刚刚讲的保单 其实是一个 第二个是房子 那第三个是你自己 房子是说 比如说出租吗 有闲置的空间出租 或者是贷款 我常常讲 房子是这样 第一个你是变功能 第二个是变数量 我还先不知道 有没有去过 有一些老房子 老公他都没电梯那种 其实他们很大 以前老房子其实很大 那如果你懂一点 装修的技巧 你就会知道 其实那种房子 可能可以把两房 改成三房 甚至你可以 完全隔出一个套房 连出入口都可以分开 然后你就可以多 一个租金收入 从自己身上 可以变出钱 这个是指说 进修吗 或者是说 因为我开了情节公司 所以其实我看很多 励志的故事 我发现人要赚钱 有的时候是 你有没有盘点 你的时间跟你的能力 我遇过一个小男生 他爸爸在他14岁就瘫痪 所以他14岁就去打黑工 然后他就上建教合作班 然后他就去学 他说他15岁 就是他一进高中 其实就有约薪 25800 还是24000 我忘记那个数字 你不要以为 他只赚这个24000 我觉得他根本疯了 他说他中午的时候 就帮那个店里面的 老师傅装电脑 因为老师傅不会用电脑 他就帮他灌软体 灌一次500 然后他回到家 睡前他就打怪 那我第一次才知道 打怪可以赚钱 真的有 而且他说其实很稳定 真的啊 所以这叫 从自己身上找钱 其实有时间 你是空出来的 然后还有就是 你有你的能力 可以接案的 像我就最近 遇到一个制作人 他很年轻 那你知道媒体 不一定薪水够高 他需要养家 他在政治以外 还帮人家做那个视频 做影片的 做影片 要帮他配字幕 你知道其实他也做得蛮好 所以他在他原本的能力之内 就是要从自己身上找钱 你知道连摄影师 都可以用自己摄影的专业 拍照之后上传 卖给图库 很贵 我还行 我一张 这也是一个专场 我一张要花十块美金 我知道我知道 因为这也是 你靠你自己的能力去创作 然后创是 创造收入 对不对 所以这叫从自己身上找钱 老师你这次新书当中 其实有提到说 我们要怎么算 自己需要多少钱 才可以达到不为钱工作 这个境界吗 你提出说 有三个数字是25 5跟4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关键来了 你到底要怎么样 可以fire老板 那书上提出一个数字 叫做退休密码 就是25 5 4 代表的意思是 你只要存到 25倍的年支出 然后在你退休的时候 比如说你65岁退休 你就把它放在5%的投资工具 每一年会升5%的投资工具上 然后你领四%出来划 我们跑过Excel表 我们跑过 真的划不完 它会一直往上 就是你的本金 你的资产还会一直成长 一直成长 第一次把那个表 划出来我很惊吓 其实我刚退休的时候 我先生就帮我们 做了一个Excel表 拉出来 你知道 婉馨我算了 一年 我是算2.3%的通货膨胀 我有计算进去 而且我还算 它崩盘三次 还有把那个股市 很差这件事也算进去 然后我确实发现 如果你投资对东西 它确实是一直往上涨 花都花不完 所以这个25倍年支出 跟放在5% 还有4%领出来花 这叫退休的密码 但是我跟你讲 我就遇到一个读者 跟我说 因为他一年花50万 一个月花4万 结果他说他沉出来之后 他觉得他快崩溃 数字好大 因为50乘以25倍 其实是1250 他心里的OS是说 我现在手上 连250的现金都没有 你跟我讲什么 1250 有点难以想象 所以书上就会 有带领你去了解 你要扣掉你的劳保 我没有算劳退 我只算劳保 所以你知道 那1250万里面 其实就是从你的 月收入里面 赚5万 3万其实会被 劳保给 cover掉 所以啊 我们用个简单算法 不精确的 就是1250万里 有750万 会被政府cover掉 所以你听起来 其实压力是小 蛮多的 蛮多的 你只要工资 时间共长 然后 你的薪水没有被少报 乖乖的 那你知道一个月赚5万 月花4万的人啊 他到65岁的时候 其实他那个 只需要 他从40岁开始 他其实真正要存的 现金就是500万 假如说你40岁 不敢退休 你就工作到65 那你500万不就还剩下 可能25年左右 一年你其实只要存个 20万就够了 那你这20万 你再把它回推成 你每个月20再除以12 你可能是1万多 你1万多 你就乖乖的 就放活存就好 65岁的时候 你不停止工作 你照样有500 然后这时候你要做事 就是500 放在5%投资工具上 这样就对了 然后时间到 你就领4%出来花 那第二种做法是 你现在就开始 把1万块 或者几千 7千 8千 好好的放在你的 5%的投资工具上 让他增值 就不用每个月 存到1万5或1万6 你可能只要存个1万 就可以了 或7 8千 现在不是很流行啊 都会讲指数 指数型投资 指数型投资 在台湾 我们是台湾50 对不对 可是台湾50 其实不见得有美国 那个这么像他的大盘 是 台湾的ETF 现在还没有像美国是 比如他标普500 真的是涵盖超级大的 他有500个产业 对 所以像美国的 就是叫SPY 然后还有VTI 这些也是 他们回测 回测大概都10% 那你不用放他就好 其实你也不用太费心 去理财吗 其实你每个月 只要存1万多 你可能就可以过关了 老师 可不可以最后 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大部分 在谈提早退休的时候 多数人都只会谈到说 你财务上要准备多少钱 你要用什么工具 但是你有特别强调说 其实稳健的心理素质 对于提早退休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我很想跟大家讲 成熟的退休 跟不成熟的退休 是我这一本书 想传递出来的概念 成熟的退休叫做 不放弃成为更好的自己 就是退休的时候 不是待在家里面 不知道做什么 不知道如何拓展自己 不放弃成为更好的自己 是说更有觉察力 更有平衡感的 跟更有勇气的自己 那什么叫更有觉察力 你知道我是退休之后 才开始去检查我的便当吗 便当 吃的那个便当 对对 就是我打菜 就是我们去那个自助餐点 我退休之后 其实有一段时间 金钱教育 可是我知道 我很年轻的时候 就有一个师傅 那时候在成大当助教 佛光山有个师傅 就曾经跟我说 他跟我去吃饭 他说亚文啊 你一定要注意 你的便当 剩下出鱼是多少 这个很重要 是 我那时候觉得 师傅好烦 管 你真的什么都管 管我管到便当 出鱼去 他说这是一个机会 让你每一次都提升 你需要多少的觉察力 你下次如果发现 拿到什么份量 是你刚好可以吃完 那你就成功了 所以退休是 不是要你省钱 你不要焦虑 你要做的事情 是知道自己需要多少 才足够满足 而无剩余 这个是关键 这说得很好 足够满足是说 不是叫你苛扣节省 比如说你需要十双鞋子 你需要五件外套 你需要 一个礼拜吃掉 一根胡萝卜也好 其实你是可以 画出你欲望的轮廓的 如果你随时对自己 逐渐养出这个欲望轮廓 我跟你讲 记账在做的就是这件事 那你就会变成一个 比较稳定安定的人 你在退休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焦虑 因为你知道你需要多少 你不会常常觉得 自己好像钱不太够用 对 而且你还知道 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快乐 第二个是什么叫 有平衡感 我觉得退休的人 或者面临退休的人 会过出一种 没有平衡感的焦虑感 拉得很长 他会花大量的时间 在学习股票上 你有没有发现 就突然间退休 突然多很多时间 可以看盘这样 所以早上九点 就是看盘 看到下午一点 然后睡个午觉 变得只在 五根手指里 只绕着钱 原本你有五根手指里 你的人生的重心 除了钱以外 应该还有关系 还有健康 你退休之后 金钱不可以成为你的重心 它反而要变成 支持你 实现其他东西 让你更快乐的关键 这叫更平衡 第三个就是 更有勇气 你知道晚心 我真的第一次去扫厕所的时候 前一天其实我在东森录营 那现场那个摄影棚 花花绿绿 摄影棚很漂亮 灯是打在我的脸上 摄影机就是对着我 我在聚光灯下 结果那天下午 我就跑到土城 去做一件荧光黄的背心 因为我的公司 连一件制服都没有 隔天我就 必须去扫厕所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 大家好像从来不看清洁阿姨的 眼神不会对到 不会对到 然后不会 我第一次的时候 觉得非常冲击 包含我第一次去帮人家 打扫家里 我刚开始做生意 我自己会去帮人家做特清 特殊清洁 是指你装潢后 装潢后的那种清洁 我跟你讲 那很难清 因为它的粉尘是会遍布在 我们本来清洁只要擦一面 可是它就是四面 它都会有灰尘 而且擦完它会再掉下来 所以我就曾经一面擦 一面我的雇主就在后面瞪我 这里没有擦干净 这里 在这里 这口气 你知道那个小女生是工程师 她是在监工是不是 她在监工 然后她看起来只有30岁 我回头看她一眼 我真的有气起来 那一瞬间 可是我做完之后 我拿到一碗耳 我记得那时候我手都还湿湿的 然后接过那一万两千块的现金 我好像完成了一个新的体验 就是我可以从大学教授变成作家 我可以从作家变成讲师 我可以从讲师变成清洁员 再从清洁员变成老板 你知道为什么退休有些人会待在家里 不知如何是好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编辑 你如果知道 你同时也可以去扫街上的落叶 我是说比喻 我是比喻 或者去送Uber 你同时可以做 你知道突破了那个点 其实你会发现你无所畏惧 因为你不害怕失去一个身份 因为你知道这个身份你随时可以再换下一个 你有弹性 你有那样的开放 对 所以不要为退休做的内在准备 就是这三个 一个是增加觉察力 一个是增加平衡感 还有一个是让自己更有勇气 这三个加起来就叫成为更好的自己 成熟的退休 对 今天谢谢十方老师跟我们分享 他面对人生的意外 在这个充满变动的时代 要怎么去活出 让自己的财富跟心灵 都相对比较自由的一个人生 那我们谢谢十方老师 谢谢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一集节目 欢迎上Apple Podcast留言 并给我们五星好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